我们在练太极拳这样的很柔和缓慢的过程当中 不见他的这个关节肌肉的力量就在改善 那么他的心肺和呼吸功能也在改善 太极拳这个呢也是中医的一个养生运动 就是大家也熟知的一个运动嘛 咱们这个康复的一个病人 其实他的一个范围是很多的 我们用中医的一些工法 一些简单的动作指导教育患者 就能够达到一个解决缓解症状的一个目的 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也适合去练一下这种东西 改善一下自己 练完之后感觉舒服了好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